然后这个点的话呢 就模拟这个点 所以它复制上去的话 就刚刚好 它们之间的距离一定就是多少 20 因为这个圆球每一个都是多少 都是刚好半定为10 所以它相切距离的两 刚好就是20 好那再来这个球要移上去 所以刚刚复制三个 现在复制一个 就是复制先选这一个 然后呢 一样的方法的话 我从这个点 把它移动到哪一个点 这个点 有没有 点一下 OK 好那这样的话按跳开 Escape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就做出来了 刚好就会是我们要放的位置 这样应该了解意思吧 再把重点再退回去一下 好 第一个请各位就一样 这个地方 但是 Eenter的时候 这个边是多少 边是20 而且方向一定要是0度 O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画一条线 砍掉也是20 再来的话 你复制的时候 就这个图画出来之后 以它为 这个基准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复制的时候呢 因为 从这一边到这一边的距离 也是20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点模拟成这个点 这个点模拟成复制上去的那个圆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就选这一二 总共有三个 就是我用那个用概念的比较清楚 一二三 这三个对不对 把它复制 然后复制的位置就是从 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模拟 它这个点 对不对 这个点 然后呢 移到哪里呢 移到上面这个点 点一下 OK 刚好就放上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复制一次 复制 然后选这个空白线 然后一样哦 从这一点移到上面这一点 空白线结束 这样就好了 反正这个可能要需要一点空间的概念 要 这个要稍微 因为重点应该就在这里 你会想说为什么这一点跟这一点 其实他们就是斜边 斜 因为正三脚衰 所以刚好就是20 而且角度也会刚刚好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反正你们先画出来 慢慢体会 应该就可以 这个 有点难度 主要是这个地方 这个画出来 再复制 OK 没有 其实你们也可以 把这个三脚衰画在里面 只是说一画在里面 太复杂了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画在里面 可是画在里面的话 很容易被其他线段干倒 所以我们就画在外面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